台灣的餐廳幾乎都不會感人 可以慢慢的做 呃...我要一碗牛肉麵 多少個啊? 呃...一個 什麼啊? 呃...A餐 煎蛋還是炒蛋? 呃...炒蛋 多錢是不是放在底? 呃...不用 撒丁我還是薯菜米? 呃...撒丁... 有什麼啊? 呃...動靈 買得了沒有? 外面有人在等啊 香港的行人路上面全部都是人 台灣的人行路上居然會有車 早餐來來去去都會吃纖維 魚蛋 空氣包 或者口氣溫豆粉濕飽自己就算 我早餐可以吃 蛋餅 饅頭 豬排蛋 吐司 包子 鹹豆漿 蘿蔔糕 鐵板麵 夾丹漢堡 燒餅 牛條 薯餅 蔥抓餅 老闆娘 飯糰 牛肉麵 肉燥飯 大小麵線 茶葉蛋 烤地瓜 炸雞塊 我找你 在廣場中要到2個頂次頭 我打開 我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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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電視台 我根本就是玩不玩 麥克 要打 去練武士打 你知道我生氣時沒有棒棒糖會怎麼樣嗎 這就是佳明的味道 剛剛通常都不會有收口 大家來拜拜 你都會10塊給你們提示 台灣因為有報稅的需要 而且發票可以對講 所以當你忘記拿發票的時候 小姐你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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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文貴最特別 香港後排非常之嚴格 而且合格率超低 一提PASS的都是精彩 好 按下喇叭啦 按我 減二檔 推啦 這手減二檔啦 那隻減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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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魚馬尾的你 台灣的小薰班非常歡樂 開快一點 追上前面的台車 啊 我用鑲皮機射他 而台灣的駕訓班 有個鬥士傳說 就是男學院的教練 咦 我的教練呢 會在第一坦克之後超市 台灣的護駕比香港便宜很多 不用100台幣就能吃飽 香港的家庭 其實跟台灣是一緣 不過 標價是港幣 在台灣大扶手電梯 尤其是南部 都非常的慢 在香港搭扶手電梯 比子彈還快 在香港 我從小到大 都沒有自己的房間 把床中的小到 連轉身都很難 台灣的床 雖然不太大 但我一兩歲在地上 無論英文好不好 我們在香港說話 都習慣了中英鑑俠 Minky可不可以幫我刷一張東西 我稍後去跟客人 訪問 Thank you OK 掰掰 在台灣 我們反而會把英文變成中文來用 欸你喜歡吳伯一 還是富胖達啊 今天要一起去吃Buffet嗎 不知道 等雷的飯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會自己Google一下 我學妹洗了半年的澡 還沒回我的來 Go back go back Fuck 這個油土薄有夠辣 還沒的胸部真的都很大